《真是九命恩人》廖俊两次中风都他救的,廖俊本人出面回应:"谢谢有他!" 66岁资深演员廖俊惊传中风。为了怕粉丝朋友担心同样身为演员的儿子廖锦德特地开直播跟大家分享爸爸的病情他说,爸爸去年12月30日爸爸就中风,因此送医治疗这阵子都忙着照顾爸爸,担心病情加重,所以都没有对外公布。 。 廖俊儿子廖锦德在跨年夜PO出父子合照还在下面写上,36小时没睡,为了什么?不好说。如今证实爸爸中风,他今天开直播坦言,最近蛮累的。 。 网友纷纷留言为他爸爸加油打气。 。 。 根据媒体报道,廖俊中风时刚好到好友蔡健贤公司聊天泡茶。 。 而一旁有营养师背景的女演员许琼也在发现廖俊突然走不闻且手脚无力,量血压更一度飙升到170。 他当机立断,立刻把他送往邻近的医院只花10分钟,掌握了中风时的黄金3小时。 。 其实廖俊在两年前已有过一次中风的状况,当时也刚好是许琼月在跟他通电话发现廖俊,似乎有些异状要他立刻就医才解除危机。 。 。 两次中风身边都刚好有许琼月在,这真的是老天爷在帮廖俊啊。 。 幸好许琼月有户比方面的知识,才可以把握中风的黄金时间。 而我们廖俊也怕大家替他担心,特地在脸书上PO文并附上手指爱心跟大家表示自己现在正在休养,要大家不要担心。 。 。 希望我们廖俊爸爸可以赶快恢复健康。 好久没看到廖俊爸爸烟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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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